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 7月1日 在上海闸北警局连杀6名警察 伤三警和一名保安的北京青年杨家 一夜之间成名 而且是被誉为武松和佐罗氏的替天行道的英雄 网上对他的支持率更高达九成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 中国人怎么了 这个世道怎么了 我们今天和特约评论员李天孝博士一起 来深入探讨一下杨家事件及其反应的问题 天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 继四川的汪安事件之后 杨家杀警案又成了一个轰动全国的一件大事 那么跟汪安事件一样 当局对这件事情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之后 同样是不被民众所接受的 那么真实的版本到底是怎么样的 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两个版本 但是民众更愿意相信民间的版本 官方的版本基本上被嗤嗤以鼻 民众的版本基本上是这么说 就是当去年10月份的时候 杨家到上海旅游租雷部自行车 当时被警察拦下 拦下以后向他要租车的凭证 他出事以后 但是发生争吵 争吵以后 警察应该说是看了凭证以后应该放行 但是还是把他带到警局里面 关了六小时 这个期间对他进行了虐待和毒打 那么单单放行以后 他到医院查了一下 发现他的生育系统被打坏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据说他跟警局进行多次交涉 结果是警局愿意赔偿15000块钱 但是他要求3万块 双方之间发生争执 没有达成协议 几次投诉都没有什么结果 在这样一情况下 杨家在今年的7月1号 带了刀还有燃烧汽油弹等等 到警局 分有意思的是 从一楼杀到九楼 杀到21楼 1921 又选择了七一这一天 那么警员现在是被杀了 是有6人死亡 3人受伤 还有4人受伤应该说 这样的话 这个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是吧 以民众 这个单刀附会 闯上全副武装 到亚史的这个警局 是吧 来这个 进行就是 薄杀 那么官方的版本 与民间版本最大的不同 就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说警方认为 就是 执法过程 得据 是吧 没有任何不适当的地方 第二呢 就是说 警方只不过是赔偿了 这个要求提出赔偿 1500块 而不是15000块钱 那么在这个之后发生的问题 就比较 看起来就是民众是 一面倒的 向着杨家 是吧 承他就像你这样讲的 承他是中国的佐罗 是吧 董承锐 是吧 侠客啊 等等他 那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同情他 就是他觉得 民众觉得就是他没有 如果说一个正常人 他没有 这个 起始大恨 是吧 特别大的这个 对他造成伤害 他不可能 拿着刀 杀警察 你知道杀警察 那就是冒着生命危险 那肯定是死路一条 是吧 杀死警察还有什么可说的是吧 那个这样的情况是 在一个正常人身上 不可能发生 再有一个呢 就是警察在这个 他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请了律师对他不公 这个不公就表现在 这个律师本身是 杂北区 政府的一个法律顾问 他有利益关系 是吧 那再说这个上海的司法局 本身就是对警察有 这个利益关系的 就可以不给他 每年的续这个执照的 那这样的话 你派这个警察来说 派这个律师的话 律师就开口就说呢 就是说 他可能就要判死刑 这个话根本不是一个 应该律师说出来的 再一方面呢 他又讲这个人 神志很清楚 对法律意识非常明确 意识 这样的话就造成了一种 其实上 他是代表杨家的警察 对 他说的话完全对杨家不利 对 你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是说 无非就是说 如果你心智不全 或者是当时有精神病状态的话 你杀人是不负责任 那这样的完全是肯定杨家最后要被判死刑的 所以这个呢 引起民众也很大的愤怒 再也就是 把那个杨家的生育能力打坏 这一点来说 对一个男子来说 对中国来说 现在是一个 一个很 引起民愤的这个事情 因此发生 上风发生争执 那么我们看呢 像你介绍的 这个案件最初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冤案来讲 那么最终呢 却导致了杨家要用杀警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讨还公道 那他肯定也要付出这种生命的代价了 那在从去年十月到现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头 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事情解决 而最终必须要用诉诸武力吗 可以 他可以继续这个上访 是吧 可以写申诉材料继续跟警察交涉 但是结果对杨家来说 他是非常明确的 这个一个就是 头创南山是吧 这个贴到铁板 因为不理你 或者是警察已经说话了 就是说再跟我们纠缠下去 一分钱拿不到 是吧 就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轮回岛 就是你进去材料转回来 就上访 你没有底的 这个杨家来说呢 他见了太多了 因为他的家庭啊 就是父母一离之后 他母亲有一件官司 一直在跟那个人家打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在写状子 他看的这个太轻 再说他们家住的离这个 上访的部门和这个上访村都不远 他肯定是看到了这个上访 这种没有出路的这个前景 是吧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觉得他是上市的信心 就是这个政府部门呢 他本来是一个执法单位 是吧 那么你现在已经不单单是一个 执法渠道的问题了 就是上书的渠道的问题 你是就是执法的人 本身应该主持公道的 他是犯罪 但他认为是犯罪集团 对他施行的这个毒打 自他造成那个生育能力上市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上书有什么用呢 是完全没有结果的 那么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在那当初这个 高知胜律师 是吧 他为那个法轮功仗义直言 是吧 写了两份 至少两份公开信 给那个温家宝和胡锦涛 最后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也没有 反而自己现在身临牢狱 是吧 那个受到迫害 那个在过程当中 当然很长的一段时间中 他一直是被这个中共的警察 是吧 进行骚扰 这个甚至殴打 他们家庭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侮辱 他女儿 他的孩子也受到了侮辱 所以说这个这个现状来说 在中国这样的情况下 你是应该是状告无门 就是你根本就失去了老百姓 没有任何的保护的情况下 我想这个杨家才采取了这种 最后的这种出于无奈 这么去做的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中国这个很多的老百姓 为什么对杨家这么同情支持 是吧 这么一面倒的 称他为大侠呢 我想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很多民众啊 疾怨很深 就是这个警察实际上是一个 主持公道的部门 但是很多民众在某种场合 某种时间 可能都受到了某种冤屈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们又不能够直接的 好像去进行这个 申诉也没有用 是吧 那么杨家呢 这个 这个 做出了自己这么一个行为 那么觉得就是 替他们出了一口气 那所以很多人呢 就觉得这个杨家 在杨家身上呢 看到了这个 能够组织社会公益 就实质公益的 这么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知道 当然有程序公益 在法律上讲 有程序公益和 实质公益的区别 程序公益就是说 你杀人必须藏命 那实质公益的话 那像中国古代的话 你武松是吧 血染鸳鸯楼 杀了十多个人 最后他逃走 民众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 仍然是把他作为一种 公正的杀人 就是这个 拔刀相助 是吧 这个这样一种 英雄侠客的形象来看待的 当然武松最早的时候 在前一点的时候 他还杀了那个 就是跟 就是潘金莲 和这个西门庆 是吧 民众是为他喝彩的 是吧 就像博德民众的喝彩 所以这个来说呢 在中国古代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 跟这个现代的这个 就是这种程序的公正之间呢 是有这种冲突的 但这种冲突 现在表现在中国这种状态上 就是说什么呢 政府 它本身丧失了这种 执行 这个实质公正 同时 在很大的 这个 范围之内 或者场合下 又丧失了程序公正 这两 这两种情况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 导致就是民众直接 民众呢 就是关闭民法 就是到最后 他失去了任何上述 以及就是通过法律 来公平解决自己问题的渠道 和方法之后 他被迫的就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嗯 那么 呃 就